大家好,我是安安老师,我是一名心理学家,也是深知你心的好朋友 如果是第一次来到直播间的同学呢 安安老师非常的欢迎大家 那么也非常欢迎各位老同学的再次历龄 我们今天直播要讲的题目是 慢下来才是快 我想应该有很多的朋友 看到这个题目以后心有所感 因为的确我们每天无论是上班,无论是上课 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些代办事项的时候 内在就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仿佛后面有着棍子在催赶着我们 那在这种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 也许看起来如果你一天坐下来 然后觉得仍然精力充沛 然后觉得事情做了很多很满足的话 那么你不见得要来听这一集 但是我想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发现 自己忙忙碌碌碌了一天 然后觉得精力非常的浩劫 但是呢回头一看我到底做了什么呢 你可能会觉得感觉什么都没有做 也就是我们说的瞎忙一通 那如果你是瞎忙一通的人 就说或者是你常常回顾自己一天非常忙碌 你又瞎忙然后又辛苦的同学 这一集非常适合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 因为有同学说打一通电话就能量要被吸干 OK所以我先问一下 你觉得你是我刚刚讲的这种受众 就说忙了一天 然后觉得筋疲力竭 但是回头看一下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就觉得好像感觉什么又没有做成 有这种感受的同学举个手打个一好不好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 那或者可能也有一些特例 觉得忙了一天精力充沛 然后完成了好多事情 真的好满意哦 有没有这样的同学打个二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组成 到目前都是一 有二的吗 哦有二 OK好 我看到有这个 是我看有各自有一个同学 就是我们视频号跟小童都各自有一个同学打了二 但是大部分的同学 还有又看到第三位同学打二了 有些同学说有时候一有时候二 OK好 那我看到单目上有一个同学说 当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是觉得精力充沛的 没错 当我们做自己能力可以施展 然后又是自己喜欢 又是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觉得精力充沛 时间过得很快 然后做出来的结果 你也是相当投入有乐趣 然后可能这个成果你也是会觉得很滋养你的 那关于这个部分 我觉得以后我们未来可以讲一集 就是怎么样找到一个事情是你自己喜欢 你有能力做得好 然后你又符合你的价值观的 这个未来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来讲一集 但是呢我相信大部分的人 可能我们目前手上所做的任务 不见得是我们那么喜欢 不见得是我们那么擅长 然后也不见得是那么符合我们价值观的 所以在投入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觉得精疲力竭 我们会觉得很辛苦 那同学说 好想退休 好想学会带心修行 然后有同学说喜欢这个话题 我们下次可以找个机会来讲 那今天我们其实就要讲 可能我们每天都必须要 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任务 学习任务 那就是因为这些任务的追赶 我们可能觉得 哇上了一天班 上了一天学真的很累 然后我们想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的方式是什么 我们可能就刷手机 追剧 看视频 然后看朋友圈 但其实 我们这样子上班累成狗 上学累成狗 然后下班下课以后 又继续投入其他的刺激事物 对我们的大脑损耗其实很大 也就是安安老师在 就是我即将 今年十月我要重出一本书 因为这本书 以前销量是不错 所以出版社想要重出 那以前的名字叫做过劳脑 过劳脑的意思就是你的大脑正在过劳 那其实就代表了在现代资讯社会当中 有太多的资讯涌入进来 导致我们的脑负荷量非常的大 我讲到这边我突然发现我忘记一件事情了 因为我忘记叫大家转发直播间 所以各位老同学 我们现在先暂时插播一下 各位老同学我们来种一下福田 对每一次直播我们都有这个仪式 安安老师一开始讲忘记了 所以我们先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各位老同学我们来种福田 种福田什么意思呢 也跟新同学解释一下 也就是我们每一次在讲课的时候 因为这个课都是公益的直播 是免费的直播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那其实在这个我们讲古老经典里面 有提到说 当我们愿意给出爱奉献爱的时候 同样这种好的善循环 也会回流到我们身上来 所以爱出者爱烦 浮亡者浮来 如果想要提高我们自己的频率 那么多做好事 发好心 说好话是很重要的 那么在这些布施的方法当中 有一项的方式 他所累积的福报是最大 而且是最有效果的 叫做法布施 法布施就是把善知识传出去给别人 那无畏施的意思 无畏就是无所畏惧 也就是当你把这样好的善知识传播给别人 让别人能够听到一些好的知识以后 他心中的恐惧焦虑担忧害怕 甚至像今天他可能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他觉得非常的疲惫 或者是他非常的焦虑 总是想要快一点 可是又卷不动了 他的这种现象可以舒缓下来 他开始知道如果我要有效率 我必须要慢下来 然后安安老师今天又会讲很多很实际的方法 那所以其实当你能够把这样子好的知识 善不出去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我们说累积福报的机会 所以我们称之为种福田 所以我们所有的老学员都会知道 每一次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我们就鼓励大家可以种福田为自己累积福报 所以现在邀请大家无论是新朋友老朋友 我们一起来种福田可以把今天的直播转发出去 发到你的朋友圈发到你的群 或者是你发现有些亲朋好友 他可能就是很急躁 然后不知道急急躁躁 忙忙碌碌 却好像啥事也没干成 或者是身心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损害 那么今天的直播是非常非常适合他的 或者是你发现有一些人跟你说 啊我真的好想放松啊 我真的好想不想上班 这种人你也可以发给他 因为我们今天就会带大家做一个生活当中 就每天都可以做的心灵旅行 所以是很棒的直播 所以鼓励大家多转发 然后转发好的同学就可以在单位上打种福田种好了 种福田种好了 所以转发的已经转发好的同学 鼓励鼓励大家可以多多的转发 然后好的同学可以打上种好了 好我看到有些同学已经种好了 好谢谢大家 然后你们也要谢谢自己 为自己累积了福报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讲啊 今天的慢下来才是快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资讯的含量太多了 无论是上班上课时候 现在时候又特别的卷 对不对 比如说我看到我的小外甥 他现在还没有上小一 他已经在写单字了 就是他已经在拼英文单字 在背单字了 我想这是怎么一回事 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 学英文是到中学才开始学英文 但现在孩子可能幼稚园他就要会背单字 所以你看这个时代越进步 但是现代社会任务越来越多 然后工作也好 上学的这个那个我们说内容越来越卷 然后因为手机的发达 所以大家可能下班下课以后 又会利用手机来为自己做调剂 看视频 追剧 跟朋友聊天 或者是刷朋友圈 刷脸书等等的Instagram 但其实对我们大脑来讲 这个已经超出负荷了 因为我们的大脑 其实就跟电脑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一台电脑他同时开很多很多个视窗 同时跑很多很多的城市 那么你们觉得电脑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你们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同时开超多城市 同时开超多视窗的 我看到 有同学说当机 对 没错 就是当机 死机 变慢 卡顿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长期处于这么多塞满资讯的状态 我们的大脑也很容易当机死机 卡顿变慢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脑就会过劳 因为他很想要赶快把事情做完 但是当他越快越想要把事情做好的时候 反而你会觉得 大脑好像变慢了 然后好像很多事情卡在那里 想不出来解决方法 甚至是什么叫死机 死机的意思就是 你可能情绪会有一种很烦躁的感觉 然后甚至有愤怒的感觉 甚至有些人动不动就生气了 或者是你可能有低落的感觉 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基本上你的工作 你的功课 它可能就会被摆在一边 你根本就不想做 对吧 你生气都来不及了 或者是你觉得很无力 我也不想做 我不想动 所以这个就是大脑的死机 那现在怎么办呢 那很简单 我们在同样的道理 当你的大脑 不是 当你的电脑死机卡顿变慢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 你通常会怎么处理你的电脑 大家想一下 你怎么拯救你的电脑 有同学说重启 有同学说换一台 换一台有点难啦 我们这个头 可能下辈子可以换一台 我们这个头可能换不了 关掉程序 重启 关闭 视窗 关机 好 所以 关掉运行的程序 清理内存 所以你知道 你们都知道 怎么处理电脑 当机 死机 卡顿变慢 对不对 我们懂得要清理内存 然后重新开机 那我们的大脑也是一样 当我们开始出现 大脑变慢 卡机 当机 然后 卡顿的时候 我们也要开始懂得清理内存 我们开始要懂得重启 那这是怎么做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 接下来安安老师会教一些方法 帮助大家 我们的大脑可以清理内存 然后可以关机 然后可以重启 所以我们今天的内容很丰富 因为有非常多的练习要带给大家 大家想要一起做练习的举手 不是举手 举个一好了 打个一 在弹幕上打个一 你们想要一起做练习吗 OK 好 因为其实我比较喜欢 带大家直接体验 而不是单单只是讲课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带大家做练习 就是很好的 好 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做练习嘛 那我们就接下来就是开始带大家一起做练习 帮助我们的大脑懂得怎么样子 可以关机 然后呢 再清理一下 然后再打开 它就会恢复正常 那在做这些练习之前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归纳 当我们的大脑可以重新开机的时候 它就会生机勃勃 它就会充满了新的创造力 就好像你的电脑死机了 然后你重启以后 原本运行的程序它又可以顺利以后 我们要处理事情就会顺利很多 所以其实以前有人在研究创造力的时候 就发现创造力 其实当我们要提升头脑的创造力的时候 我们也要懂得去清理内存 我们也要懂得重新开机 我们的创造力才会被激发出来 那就像几千年前 希腊有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阿基米德 他本来要去解决 国王请他去测量一下 我这个皇冠到底是纯金 还是里面参了不是金子的金属 他想不出来怎么做 他就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他都想不出来 那当他在干嘛的时候 他就突然想出来了 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 当他什么样的时候 就突然想出了解决方法 知道是什么 啊OK 洗澡泡澡 对 就是泡澡洗澡的时候 他就突然想出了解决方法 所以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我们说创造力 当然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玩笑话 但是我觉得也非常正确的描述 创造力勃发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 他们说有三个B 三个B 第一个B叫做Bath 就是洗澡 第二个B叫做Bat 就是睡觉 第三个B 第三个B是这个Bus 就是坐公车 因为他们就发现好像很多的科学家 他们想出那种很难想出来的东西思索了很久很久好几年几个月都想不出来 有一天突然在什么时刻 可能并不是他在做实验或者是他坐在书桌前的时候 而是他正在洗澡Bat 或者是他正在上床睡觉 正要睡着的快要睡着的时候 或者是他突然就是在床上刚醒的时候 这个时刻他突然想出来了Bat 或者是他正在坐公车或开 现代人是开车很多 或他正在开车或坐公车的时候 他就会突然想出来 我身旁也有一些大师级的人物 他们也常跟我说好像都是这几个时刻 开车啦坐公车 或者是洗澡 或者是睡醒 或者是刚睡快要睡着的时候 所以他们说这个创造力有三个时刻是爆发的 就是3B 那为什么这三个时刻会爆发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 你想你在洗澡的时候 你的专注力就已经挪到你的身体上来了 或者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你是 你是在开车 所以整个人或者是你坐车的时候 像我自己开车 我虽然专注着看我眼前的路 但是其实我的头脑是很放松 是放空的 那更不要说比如说坐公车的时候 你看着窗外景色 其实是很放松很放空的 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 还有一个是睡觉的时候 那也当然是我们大脑能够完全放松跟休息的时刻 所以你都可以看见 当我们的大脑能够放松 关机 然后它就有机会重启以后 运行出正常的程序也好 或者是说更棒的程序 更快速的程序 更优秀的程序 所以安安老师今天讲课就要从这三个B开始教大家 怎么做 有同学在问说 How 对有同学说还有上厕所的时候 然后还有发呆的时候 对很多人其实坐公车时候是在发呆的 所以其实他们发现说为什么坐公车也有这种效果 主要就是因为你坐在公车上发呆 最重点是发呆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教大家怎么做 第一步就是我们说睡觉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让大脑关机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都是让大脑关机 然后要重启 你睡醒自然就重启了 但是睡前很多人可能还在那边看 我应该把睡觉放在最后讲 因为待会我可以带课程 我现在太早了 我先讲别的 我先讲其他两个B 我最后再讲那个睡觉那个B 因为我可以带课程 我待会再带课程 你们想要先听洗澡还是先听坐公车 这两个你们想要先听哪个 这两个想要先听哪个 先听坐车 OK 坐车的好像洗澡的也很多 洗澡我看一下 一二 一二 三四 洗澡的多一点 洗澡的多一点 那个公车的少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算小儿童家 那个视频好的两个 好 那我们先讲洗澡 洗澡的时候怎么让我们的头脑关机 你知道在日本啊 他们研究正面有一个很有名的 早稻田大学 然后有一个教授 然后这个教授的名字叫熊野教授 熊野教授 那么他那时候呢 就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他想要教大家正面洗脸 这样 要怎么样可以正面洗脸呢 其实主要就是他 他不是教大家怎么正面洗脸 他是对于正面很有研究的一个教授 他就发现其实人在沐浴或者是洗脸或洗澡的时候 人的心情会放松 但是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更放松呢 就是当我们把那个很细致的泡泡放在身上 然后这样子轻轻搓揉的时候 然后这样子轻轻搓揉的时候 我们的焦虑感就会变少 我们的人也会放松下来 可是呢 如果你那个泡泡比较大颗比较粗的时候 他可能那种放松的力度或者是焦虑的情绪就会下降的比较少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还是很不一样 其实女生洗澡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宠爱自己的时光 可是我发现男生洗澡的时候都进去三分钟就出来了耶 就是为什么男生洗澡可以这么快 就超快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还是我身旁的男性朋友都 就是洗澡都进去三分钟 你洗好了吗 就洗好了 但是很奇怪 男生进厕所 他可以在里面耗很久 上大号可以上超久才出来 然后女生进厕所 我们上大号可能不会上那么久 可是我们洗澡可以洗很久 像我自己 我非常热爱 就是我保养品可能没有两罐这样子 我保养都是很简单的 因为通常就是人家给我什么 我就用什么 我自己几乎不花钱买保养品 是因为 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很喜欢自己手做 自己做化妆水 自己做面霜 自己做乳液 所以我通常就是化妆水加乳液 或化妆水加面霜 就一个可能是夏天 一个是冬天 就这样子而已 所以其实 但是我花就是保养 我没有花钱 可是我洗澡 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沐浴乳 对 我先看一下大家的弹幕 上大号搓手机打游戏 男生上大号 我们家洗很久 上厕所也是 是的 同感 好像掉在厕所里了 OK 所以其实我呢 我大概沐浴乳 就有六七罐 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质地 然后可能 功效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然后我牙膏也很多 我牙膏也是六七种 然后像一般人就会说 你保养品就两罐 然后你沐浴乳这么多 你那个牙膏怎么这么多 因为我就是很享受 那个在浴缸里面的时光 然后研究也发现 当我们透过洗澡的方式 它其实是一个宠爱自己的时光 当我们能够好好的呵护自己 好好的利用洗澡的时间 把你的头脑先暂时的 你今天一整天的工作 你今天一整天的学业 都暂时放掉一边 你就是好好感受 水是怎么喷到你身上的 冲在你身上的 然后你自己是怎么把那个 沐浴乳起泡 然后把这个泡泡在身上 慢慢的搓揉抚摸 然后很仔细的把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洗好 其实这个过程 第一个它非常的正念 因为它带有非常专注在当下 回到身体的感受 你去感觉那个泡泡 你把泡泡搓得很细致 在身上游走的时候 那种抚慰自己的感受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你也是在自我关怀 自我慈悲 你透过洗澡这个仪式 在照顾自己 所以它不仅是促进了 我们说活在当下 正念的觉察跟专注 第二部分 它也做到了一个自我慈悲 自我照顾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洗澡 真的是一个 可以好好利用起来的时光 帮助你 不仅是大脑可以关机 你甚至是在重灌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们把一些好的城市 把一些滋养的东西灌进去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弹幕上 分享一下你自己洗澡的经验 来我看看 有同学说买那么多沐浴露 不怕过期吗 嗯还好 好像没有 你要买那个保质期长一点的 而且你可以买比较小罐的 不用买太大罐的 有些人可能一买就是那种超大容量 没有我都习惯买比较小罐一点的 然后有同学说每天不一样 对 真的就是我几乎每天都会换 那个沐浴露 我沐浴时想快点 一开始淋浴水打在身上很舒服 时间就变长了 有同学还是喜欢用香皂 有同学说时间长了就是很浪费水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一直冲水 那当然会有点浪费水了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先冲湿 然后慢慢的在身上慢慢的洗 慢慢的洗慢慢的洗 那你的那个脸蓬头是关起来的 所以就不太浪费水 然后再看看小阿通这边的 有同学说我都喜欢all in one 但还是买很多 all in one 有同学说泡澡比淋浴好吗 可能泡澡需要有家里需要有那个浴缸 要有点条件 泡澡的时候也是很舒缓的 所以其实淋浴也OK 如果没有条件泡澡 你淋浴也OK 那我自己啦 因为我很喜欢洗澡 你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都可以泡澡 我住在宿舍里哦 然后那种浴室是公用浴室 我都可以泡澡 那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那种网购 然后也没有那种折叠式的浴缸 我那时候就突发奇想二十多年前 我就把那个装衣服跟装书的那种塑胶箱 我就买了一个下面有滚轮的 然后我就一周可能两次 我就会从我的房间推那个滚轮箱子 推到公用浴室里面去暴走 所以就是你可以找一些方式 所以其实你看 我是一直很懂得照顾自己的人 沐浴后的心情好像被洗了一遍 然后有同学说 不同沐浴露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 纯粹只是觉得每天换一个味道 然后比如说今天是花的香味 明天是水果的香味 就觉得沐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有同学说箱子能够装得下我的腿吗 就缩起来啊 就有点像日本人泡澡 日本人泡澡脚是缩起来 你脚不能伸直 就是只能半身浴 可是没办法 就是那种公用浴室是很小的 所以就是一个箱子刚刚好就塞的满满的 这样子就脚缩起来 OK好 那这个是第一点 就是说我们可以好好利用沐浴的时光 专注在当下 你跟你的肌肤 你的身体的一个互动 好好的去感受 你水流过身体 泡泡 这个滑动 然后你的手 抚摸 搓揉你的身体的感受 然后另外一方面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温柔的呵护 你也是在进行正面的自我照顾 以上是本集节目的部分截取片段 想要听到精彩的完整内容 在你的社交软体上 关注赵万安 ANN 账号中搜寻音频福利 就可以收听咯 我在那等你 快来吧